浅秋刚好今天在 然后我刚好今天 就开到韩国瑜这一题了 看到因为这是立法院万圣节活动 韩国瑜呢 大家昨天其实我们有看到这个照片 都觉得好可爱 就是这个薯条装扮的薯条萌娃 结果搞半天 原来他是这个立委廖先祥的儿子 那当然因为这个小朋友的部分 其实大家就会想到 其实过去韩国瑜有被黑一次 2019年他选总统的时候 当时这个话题好像还吵了两天 那其实也就是他出席 这个宝宝扒行大赛的时候呢 他报女婴 报女婴呢就开始呢 就在网络上开始有人带这个风向 说这个女婴的家长有同意让他报吗 还等等说什么 韩国瑜还亲这个小女婴啊等等 浅秋在当时也有出来回应嘛 他说是妈妈自愿亲自报给韩国瑜合照的 那在脸书上的这些留言 完全是污蔑诋毁啊什么的 那电台记者也在联访的时候刻意误导 后来呢这名婴儿的爸爸 也出来讲说我们都全程在场 没有谁强暴宝宝去拍照 好那么这是过去有这么一段 那韩国瑜呢 在今天在立法院上呢 他很喜欢拿自己的 这个头发好不好 做文章 那不知道是不是叶元智也学到这个精髓了 他在咨询协议长佐伦泰的时候 他也提到的也就是这个空污 他说呢会不会调法政府有责任啦 研究报告显示 其实如果说我们空气有污染的话 对于我们毛囊是有损害的 那而且是这几天他一直在跟许智杰站嘛 他说许智杰攻击我 说我法纪线很高 看起来比他老 院长你认同吗 那佐伦泰就说不会啊 委员看起来青春活力 那韩国瑜呢这时候也被问到 他说法纪线我最高 我最高 大家不要再为法纪线所困扰 不过说到了韩国瑜总觉得 因为其实他当然一直都是话题人物啦 那做这个游盈翁老师呢 他其实在两多礼拜前上我节目的时候 当时他的十月份的国政名表还没有做出来 但是已经做了 但还没公布 那时候他提到了韩国瑜 有花了一点篇幅在讲 那我那时候就有点想说 因为刚好那时候在讨论题 其实没有特别设定什么韩国瑜 可是他就已经讲说韩国瑜这真是个奇迹啊等等 就在今天他上节目的时候 他直接说韩国瑜像太阳 他的人气已经超越了赖清德 的确这是台湾民意基金会 这个月所做的最新民调 他们很喜欢做感情温度的部分 已经是55.26度 55度以上呢就是热情有感 那他的这个好感度的确搭配来看呢 44.5% 那这样加上李梅珍也讲 其实最近在高雄对韩国瑜的气氛呢 已经有所改变了 那这到现在为止 我想说最有资格来好好评论的是 钱秋 对 你的看法啦 没有那一次其实我可以重现一下现场 我没有在现场看他抱小孩 但是我在联访的记者会上 你记得那时候就是被阿鲁巴嘛 就是现场那家媒体随时提问 你什么问题 我可能来不及去查资料确认真假 那提了问题我就必须要回应的时候 当时三立的记者特别在现场问说 韩市长候选人当时是候选人在一个场合里抱小孩 但是呢 家长说他们不同意 不想让小孩抱 但是却是被硬抱过去 硬抱硬轻 这样子 害了小朋友可能有担心疑力吗 记得吗 那时候妈妈做的新闻 还有那个头烂掉的什么 卫生啊的问题 来影射说 哎呦楼头烂窗了 会影响到小孩多恶心怎样这样 我当时就立刻回应说 如果真的是强制抱过来的话 那我们必须要道歉 那我们很抱歉 那这后续我们会去检讨 为什么会小孩这样抱过来 结果后来证实我是被骗的 原来诈骗集团 从哨大从哭到惊 都是就是骗我的 根本家长就说是 他们自己同意小孩 让现场活动这样给当事人抱的 被骗的时候 其实后来还没提告 我就告他们 他们也说要告我 我告他们最后真的不起诉 也就是都没事 他们说要告我也没有告 他们没有告 对 所以就变成是一个 用恶意侧意梗图 然后很耳烂的 那个什么光头上面长窗的图 来羞辱他 其实我自己对于说 韩恩国瑜院长 他的这种大起大落 感受更是深 那时候已经被黑到底 黑到脱裤子 然后就黑到 就是觉得怎么怎么讲任何话 过去本来以幽默见长 被大家喜欢 因为他可以用白话文 用大家喜欢的语言 去表述一个议题的时候 是受欢迎的 就怎么讲什么都错 讲什么都要被黑 然后连讲个小腿 看个小腿不行 的时候怎么办 结果竟然到了立法院 会有这样这么大的改变 那现在因为他的正向的能量 反而像尤盈龙他的看法是因为对比于赖清德 什么都要硬干 什么都要硬凹 什么都不妥协 不跟在野党 不跟人民沟通 那相对于韩国瑜的角度 好像更能够跟这个大家一起变成一个协调的角色 所以以至于我在想不到是因为他这个原因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我总觉得这次大法官的视线 虽然程序上他打脸的民进党说 民进党当时一直喊说 违法啦所有的表决过程通通不合民主程序 违法通过的国会烂权法案如何如何 大法官已经打脸了 都说其实程序是合法 但他用词很吊梗 看到他的名词就觉得形容词就很有效 很有趣 他说有瑕疵 但很难说其违宪违法 所以以至于整个过程还是算没有违宪的 通过的过程 那也因此说韩国瑜没有对于 这次大法官所作成的决议 发表任何的抗议或谴责 否则的话我其实认为以立法院的立场 以院长的身份 大法官做出了一个严重侵害到立法权 或者是再度的限缩立法权的这样子烂 过度解释 因为大法官本来只能解释现有的法令 怎么可以去过度或者是创造法令的空间 过度解读宪法侵害立法 还有人民选出来的民有民智的精神 人民选出来代表都可以被你硬拗被你践踏 其实理论上立法院应该要谴责的吧 但可能就是认为他现在可能 正面的能量还有那个制高点 还是朝野协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窗口 或协调的可能性 所以他没有表达什么特别的意见 那我只是觉得他现在这样的能量 对我们来讲幕僚更觉得不可思议 如果有可能成为这个朝野一起协商的 这个共同的窗口当然是很好 但只是说很可能容易被拿来见风杀针或拿来运用 叫你去帮忙吃个和解饭又来弄你 只是因为只要他这样子一个更高的制高点的角度 能够在民众里面得到信任的话 反而弄不到 和解饭不成关我屁事 就是你们民众自己搞的 甩锅甩不到他 是是是 的确是这样 好 那我们看到完整的这个说法 游永老师他今天是这样说 他说这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巨大政治现象 他曾经被打入冷宫 人民对这个政治人物不敢恭维 时隔五年之久之后重新出现 好像是另一颗太阳 人气超越了赖清德 那李梅珍说 韩国瑜担任立法院长表现有目共睹 高雄现在也逐渐出现肯定韩国瑜的声音了 氛围不一样了 如果他回到高雄走走 相信会激出更多的认同 尤其有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数字做了佐证 那么当然韩国瑜一路走来都成为剑拔 在立法院呢 他也时不时呢 就像浅秋讲的 他会被这个民进党的立委们拿来见缝插针 可是呢 随着这个韩国瑜呢 现在你要说是洗白也不是 反正他的形象呢 就越来越好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就是民调接下来要对他戳戳戳 做一些什么小动作是越来越难了 伯吉 一般这种叫做政治回春啦 回春 从这个寒冬又回到春天了 那除了他的这个头发没有办法回来之外 感觉他整个人魅力又回来了 那当然其实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因为他在的位置 就是他的这个位置 不是不再是那个当初他要去选总统 那个叫做万箭穿心 其实简单讲 柯文哲现在的那个处境 有点类似他当初那个概念 只是说柯文哲更惨 还得要这个进到监狱里面去 那当然这就是民进党 民进党对付政敌 绝对不会手乱 那把一个韩国瑜打趴了之后 就会有下一个韩国瑜 那当然韩国瑜他经历过这么多的波折 还能够起来确实 尤文老师他分析没有错啦 是说确实是一个很罕见的现象 但是这个现象他后面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氛围 第一个就是表示在野的支持者 还在寻找一个 还没有一个新的典范嘛 因为其实在野你看哦 目前没有共主 我必须讲在野现在没有共主 那某种程度上韩国瑜因为扮演了 立法院长这个角色 而且呢透过比如说像国庆活动这样的举办 让中华民国的符号 这个这个重回过去八年 没有过的这么比较强势的中华民国风格 那对于传统蓝军来讲 他会觉得这个英雄又回来了 我必须说这个绝对有效 这个对传统蓝军绝对有催化的作用 但是关键在于说 韩国瑜的政治生涯规划是什么 比如说如果今天因为他回暖 然后大家又说那你来选2028好了 那我只能说 这个韩国瑜就没有学到教训 关键在于他现在 我相信其实他从 应该说他沉浅了一段时间 他也知道了 不争才是真正的拥有 你硬要去拿的 别人会把你这个修理的体无完肤 但是呢当你能够退一步 你看他现在是全部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他没有要去竞争 但是所有人都可以是他的朋友 谢国梁被罢免他去救 今天卢秀燕需要帮忙什么地方 来立法院拜会他绝对没问题 甚至现在他的总务长是从 总务处处长是从卢秀燕那边借降来的 就是这种合作关系是现在 国民党里面所谓的大人物里面 意见领袖里面最缺乏的 过去有国民党常常就是 哎呀一个三头一个三头一个三头 谁都不让谁为什么谁都在想那个2028会是你还是我 其实原本卢秀燕朱立伦 还有那个侯友宜 本来也要差点要演变成这个 结果没想到韩国瑜是异军突起 当然这个他你即便是他当选立法院长的过程 其实都有点波折 都还是有波折 但是他顺利的让这个情势能够回稳 我想这是现在韩国瑜最大的政治资产 就是他扮演了那一个公道博的角色 可是呢同样的 现在这个人设一旦 如果今天他选择 他要有一个下一步的政治野心或什么时候 也许现在这个人设就立刻消失了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院长 现在不要急着让韩国瑜去什么扮演什么太阳啊 或什么 就让他好好先把院长这个位置做好 让在野党里面的意见领袖变成民众是觉得 对这是可以信赖的 我想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西肤弹性水嫩 轻松抚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灵密码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